全国最大的浴室加工积攒地啊 这是河南南洋十佛寺 然后这里边的话呢 它是俗称法育大厅 里边什么货品都有 不过在前段的话呢 这个字料不就多 咱们这会儿呢就慢慢转转 看看有啥货品 这就是和便宜整料的比较多 然后感觉这个很有特色 看到没 用手镯先然后做这个珠子 扳纸手镯 这个是一套的啊 这一套的 这种它就是属于这个清白的一个肉质 但是里边在这儿啊 有一道这个石巾线它不是利 但是不得不说等料的它的油热度的确很高 上手效果就不一样 这个是用青花做的一个硅壳啊 手把劲合适 这就是鹅料啊 和这个糖白 这还要脆清的 这要脆清的清寒料脆清 但是里边有棉 肉不白 做的是一个瓜瓜来采 这个脆清看起来不错 但是这个脆清的话呢 它在下边这些部分啊 也是有这种棉点 不过它是属于个三色的 发现没有 在嘴巴这一块的 就是稍微有一点啊 胭脂的效果 脆清啊 清水色 这是切木兰啊 深兰和这个浅兰的一些镯子 然后旁边的话呢 还有这种 这种手镯看到没 防口的啊 堂皇下边是各种的手冲 这边有散珠子 单颗的珠子 一个好品质的单颗珠子 它的价格也不于便宜 少则几百 也是多则上千的 主要这东西吧 它得看这个品质怎么样 品质才能决定它的价格 和甜玉它是不分大小 这里就是墨浴非常多 各种的挂件 手把件后边还有这个扳纸 戒指啊 牌子这些 凶多的 男同 这种配起来的话呢 的确很舒服 用冰抽的珠子小珠子 然后下边挂一个吊坠 配饰呢 就是这个湖北的绿松石 这是属于啊 925营的一些配饰看到没 麻闹啊 这也是好多碗啊 一套这个茶口 这边是茶杯 这边是碗啊 吃饭的碗 麻当这个东西咋说吧 里边的花纹感觉还是挺漂亮的 但是这东西啊 它只是赚了一个工会钱 料子的话呢 不是什么钱 现在 那咱们今天的视频 咱们就先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